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没有什么该改进的地方 尤其是现在金星正在逆行 所以跟金钱有关的纠纷会特别的多 一切都会用这个来展现 用金钱或者是争执 或者是一些意外的状况来展现 所以各行各业请务必小心 包括钱的事情我们也万万不能出差错 这个时候正式评估要不要合作 要不要继续 然后价值观合不合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来看这样的星象 对各星座的影响如何 在工作上有三个星座 狮子 射手 跟天蝎座了 狮子星座的朋友 事实上工作上能够展现你的实力 所以苦干实干的精神拿出来就对了 而且在工作上谈钱的部分 你是特别lucky的 另外天蝎座的朋友 你是应酬特别多 你很受所谓的社团欢迎 不免会花一些时间去搞定各方人马 这些拜会是必须的 也是必须要付出时间来经营 这也跟你的工作上名气 人气高涨有关 另外还有射手座 射手座的朋友有升官运 老板很看重你 倚重你 而且你是平步青云 虽然压力很重就认了吧 接下来看爱情的部分 金牛 白羊 跟天蝎座是有感应的 白羊星座的朋友可能有一见钟情的机会 或者是在感情上一下好一下吵 冰火舞重天 金牛座的朋友在感情上 也许家人的意见还蛮多的 包括你自己本身 可能也会有金钱财务上 跟对方的一些价值观的差异 所以在感情上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另一个感情是天蝎了 天蝎星座在应酬的部分 可能会有社交场合 会有人对你放电 或者有点暧昧 的确它会触动你的心弦 可是合不合适呢 那真的要再评估哦 尤其金星正在逆行 不能够因为原来的感情有点停滞 然后就找到外遇哦 好 财运方面呢 巨蟹 水瓶跟摩羯 请注意啦 巨蟹星座的朋友 可能会因为焦虑而花钱 或者是你可能也会 很想要去弄美容的事情 这个部分的花费还蛮大的 那么水瓶座的朋友呢 请注意跟另一半 或者是跟合作对象 金钱方面是有赚钱的机会 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贸贸然 缺失的部分你还没看见呢 不要只看到好处哦 要小心在财务的规划上注意一下 那么摩羯的朋友呢 最近的进账也是蛮多的 而且应该要往海外的方向 或者是出版的方向 如果你正在搭上这班列车 那么恭喜你 应该是利多 健康方面要注意的是 双子处女跟双鱼座了 双子星座要小心车关 人在家中坐就没事 但是开车要小心哦 因为有可能就是车的问题 修理费或者是 真的造成了你的身体状况 就不好了 那么处女座的朋友呢 会引爆健康的部分咯 可是是好事哦 比如说健康检查 很容易查出病因 或者是遇到好的医生 那么另一个是双鱼座了 双鱼星座也是有贵人啦 所以不用太担心哦 而且你很可能会 头脚发炎啦 或者是头痛啦 这一类的问题 或者是腰很容易闪到 我想这个提高注意力就可以了